前職務司司長許氏仁和新地國氏兄弟等五人涉探案 陪審團經過五日退庭商議 裁定許氏仁五項罪名成立 新地聯席主席郭炳光一項全民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立 第四和第五被告陳巨猿和關鴻生各有兩項罪成 郭炳聯的控罪就全部不成立 四個罪名成立的被告要即時收押 先由金陵同講下裁決結果 三男六女的陪審團花了超過四十個小時 長達五日的退庭商議 大比數裁定首被告 前職務司司長許氏仁八項的控罪中 其中五項罪名成立 包括三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處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處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另外三條的控罪就不成立 罪成的控罪包括 許氏仁擔任職金局行政總監期間 接受免租入住新地物業 禮頓山的商年單位 以及接受兩筆 由新地附屬公司提供的無抵押貸款 與新地合談顧問的合約 另外許氏仁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 處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包括收取850萬元 換取優待新地和附屬聯營公司的罪名 亦成立 至於許氏仁獲新地附屬財務公司 批出300萬元無抵押的貸款 由於無向政府申報亦犯上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許氏仁聽取裁決後 表現冷靜並無激動 而新地聯席主席郭炳剛其中一條控罪 處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其餘兩條控罪就不成立 而他弟弟郭炳聯涉及的四項控罪 全部都不成立 是唯一一個脫罪的被告 新地執行董事陳居元 及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鴻生 就分別被控處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及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罪名成立 法官物機制特別感謝陪審團 說審訊擾亂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及工作 但欣賞他們認真專注作出裁決 體現了司法獨立及公正 許氏仁等四個被告要即時收押 等候下星期一法官物機制再開庭 去聽取各國代表律師的求情 亞洲電視記者在金陵圖那裏